车头严重扭曲变形 可见当时撞击力道之大 壁鲁西部城市坎塔附近山路上 一辆载着19名乘客的巴士 正要前往首都立马的途中撞上山壁 包括司机在内19人丧命 唯一幸存的是一位小女孩 医院外 她的外婆伤心欲绝 离难者家属透露 司机一路上开车都不专心 造成意外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而在东欧捷克也发生严重的交通意外 满载着石灰石的货运列车 从西部一个小镇乔多瓦普拉纳 出发后不久就脱轨翻覆 13节车厢散落边波 白色的石灰岩洒落一地 由于生石灰 玉水 会产生强碱的熟石灰 并且放出大量的热 因此消防人员处理起来也相当高风险 捷克铁路安全单位估计 这起车祸造成的损失大约130万美元 初步调查列车行驶速度是平常三倍 但是意外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大海新闻女方编译